大家好,我就是那个经常胡思乱想的赛艇队长 那这两天我看比赛 女排亚洲杯 这个中国女排跟伊朗女排啊 他们的比赛 然后呢就发现了荧幕挺好玩的 当时啊,这伊朗的姑娘上场的时候 个个都在投金 我就想,哎 这帮穆斯林呢,是吧 愚昧 保守 封闭 原教旨 自大 官僚 无知 不开化 基本上我每次看着那些不开化的穆斯林国家 我都会这么咬 打个比赛要穿长裤 要包头巾 女性你不能进赛场 胡闹吗 然后 紧接着啊 中国的女排姑娘也进场了 每个人都戴着口罩 而且是N95 那玩意儿特点啊 防护性好啊 你疫情严重那时候不都是带着他来做到这最大限度的防护吗 对吧 但是呢 他有一个致命的弱点 就是他秘密性太好了 闯不上气容易 我有一天坐高铁带着他好家伙 哎呦 两个小时我就闯不上气扛不住了 那中国呢 是个女排大国 对吧 当年呢 是实现过女排五连贯的 所以对付一个啊 在 在这项运动里没什么底子的伊朗 应该说是 手拿把钻 你说夸张点 你可能汗都不用出 这比赛就赢了啊 就像那伊朗男足替中国队似的 而比赛的走向呢 完全不是这么回事 排球场五局三胜 第一局明显这中国队 因为戴口罩受了影响 他是输给了伊朗队 这局结束之后 摘了口罩 形势才得到逆准 最后是连班三局赢了比赛 那 之前呢 我记得我看过 这个有学生戴口罩跑步 然后猝死的新闻 这应该是一个常识 就是说人在剧烈运动的时候 是不能戴口罩的 因为你在剧烈运动的时候 你的呼吸加快加强 通气量就得增加 对吧 那就是喘嘛 通气量增加 这个时候 如果是你戴着口罩的话 你戴着戴口罩 肯定没有摘了他这个呼吸顺畅 对吧 你会增加这种通气的阻力 感觉那种呼吸不畅 难受 那么 你呼吸就是你这个氧气啊 摄入不足 心跳就会加快 心跳一加快 就会导致心脏的负担增加 心肺工作效率就降低 那呼吸就更加不畅 从而导致恶性循环 特别是这 NGO5口罩啊 通气性 本来就不好 再加上说你运动的时候啊 就是你这脸上的汗呢 把它打湿了 那通气性就会进一步的下降 这个时候你氧气吸入不及时 呼出的二氧化碳 残留在鼻腔里 口罩里排不出去 然后反复吸入二氧化碳 就会容易导致身体的缺氧 这时候极易发生危险啊 猝死都有可能 女排的队员呢 就是在这种危险的环境下参加比赛 但是好在啊 全程没有发生这样的危险 是吧 谢天谢地 那说到这个呢 我想到了古代 古代的封建社会 都知道是一个吃人的社会 对吧 他们换着花样 戕害自己的同胞 其中有一招 有一个刑法 叫贴家关啊 这个刑法呀 不流血 只用一张纸 就能让犯人生不如死 就是把犯人固定在这个啊 长条凳上 手脚都捆好了 摁好了 然后先往这犯人脸上 放一张丧皮纸 或者是高丽纸啊 这种纸比较硬 放张纸 然后撒上水 让这个纸啊 紧紧的贴在脸上 只要这个纸张啊 这个纸不不被戳破 还是不被拿掉 你这这纸是 就基本上就粘上了 下不来 被这个纸啊 贴到脸上之后 就会影响犯人的呼吸 让人生不如死 这时候就看这牙医们啥想法的 他们要是就想拿这犯人耍着玩 没想弄死他 那这盖两张纸 看他这呼吸困难啊 拿这找找乐子就完了 要是说想让人死了啊 就一层一层一层加盖这湿纸巾 一直到把犯人憋死为止 那憋死之后就可以说是刑讯逼供的时候 不小心劲使大 反正这尸体抬回去 屁民也不敢找他们麻烦吧 对吧 这种办法呢 清朝初年陕西提督 这王府城也干过 康熙19年 1681年 陕西提督王府城反叛 他这个人也一生反叛过很多次啊 这次呢 是这个反叛不久之后 然后被镇压啊 他重新归降了朝廷 不过啊 王府城也知道 这一次啊 估计这皇上应该不能再饶了他 于是呢 他把家人安顿好之后 找来家里的亲信 喝酒 酒过三巡 蔡国五位 他就说 我呀 一个叛逆之臣 死是必然的了 那与其死在刀下 不如是留个全尸 但是我想过了啊 无论是上吊自杀 还是服毒啊 投河 都会留下自杀的痕迹 这样呢 也会牵连到你们 还得继续审啊 他为啥死啊 怎么回事啊 牵连到你们 所以我想到一个主意 就是 等我喝酒 喝到烂醉之后 拿纸盖在脸上 然后 喊一口凉水 以水喷面 即刻便死 这种死法呢 就看起来就像是那种什么 折病啊 报死一样 然后你们去报官 这就不会连累到你们了 最后呢 手下人也是用了这种办法 给他给弄死了 康熙爷知道之后啊 确实是没做过多的追究 那讲完这个观众 不是讲完这个故事啊 可能有一些细心的观众 或者是平时啊 剧烈运动的 有这个剧烈运动习惯的观众会发现 这种被尸指巾 糊脸的感觉 那真的是跟戴口罩运动啊 一模一样 让女排姑娘这么上场比赛 排鞋的官员绝对是难辞其咎 但是排鞋是怎么解释的呢 他真的是拿我们当傻逼啊 他说领导啊 关心队员们健康 所以要求进场馆的时候戴口罩 但是队员呢 领会精神领会的不够透彻啊 居然你在 你怎么在打球的时候也带了呢 然后领导就发现 这样做影响健康啊 就及时更正了队员们的做法 这才带队走向胜利 所以这件事 领导们始终是正确的 队员们啊 这没眼力见 擅自做主 丢了领导的面子 中国排鞋 把戴口罩的责任 甩给了女排的姑娘啊 没有意识到什么这个 啊 这个这个戴口罩的 反正就是 我觉得是拿人耍着玩 你作为这个 专业的运动队啊 专业教练 然后女排上上下下 不知道这戴口罩 不利于健康啊 你得输了第一局才知道啊 这这怎么着 这你全是智障吗 不像啊 对吧 这国家队啊 它是国家的形象 代表国家参赛 你搞出这么丢人的事 你这不是 你这不是给国家抹黑吗 你要怕感染 你就别参加 直接退赛都行 戴口罩比赛 绝对是对比赛的侮辱啊 那你侮辱比赛 就是侮辱自己啊 然后你这个又是 以这个 对吧 以这个国家队的名义 去参赛的 那你更是让这个 让这个 你你你你给国家上眼药戴眼罩啊 不过这 排鞋呀 估计是也有排鞋的难处 因为你既要争取比赛的胜利 要兼顾这什么疫情难 疫情防控 对吧 如果是一开始 就不让女排戴口罩 那会不会又有人批评他们 说他们防疫松陷 是吧 你纠结一下 就造成了这种 哎 很尴尬的局面 口罩呢 是排鞋 重视防疫的标志 也成了女排姑娘在场上 难以承受的重负啊 在比赛开始的时候 其实他们每 就是这排鞋的官员 都是想既要又要 哎 成绩很重要 防疫这政治更重要 但是我猜呢 在第一局的比赛里边啊 这排鞋也是经历了心理斗争啊 到底是防疫重要啊 还是成绩重要 但是等到第一局结束之后 他们肯定是有一个领导说啊 成绩更重要 或者是得到了上级可以摘口罩的指示 再就是有一个敢负责的人说啊 摘他娘的 老子不管了啊 对这才有了后来这三局的逆转 那你说口罩是为了防疫 但是在这场比赛当中 你是做不到防疫的效果了 因为你戴上之后你得喝水吧 哎你喝水就得摘 你一摘病毒就会进来啊 所以这我们身边就会经常发现这种情况啊 你进什么商场啊 进景点啊 什么小区大门的时候 门口的保安都会让你给他戴上 但是你转过头就给他摘了 也没人管你 其他游客也不会说你破坏防疫 因为他们好像也是这么干的 就是好像是只有什么大门啊 就是只有这保安部里所及的范围之内 才会有病毒的传播 那么口罩呢 究竟起到了多少防疫的作用 这也没人说的清楚 反正从现在来讲吧 这玩意好像成了传统服饰 对吧 你可以给他戴在脸上 你可以给他挂在下巴上 或者你可以给他 这个这个套在袖子 就是套在胳膊上都行啊 这成了一种 成了一种服饰啊 成了我们一个零件啊 什么 以前说这有人那个 这个富家小姐 富家公子出门的时候啊 会带个什么荷包啊 会带个玉佩啊 我们往后出门就是啊 这带个口罩 好了 关于这个啊 女排比赛这件事啊 咱们今天呢 就聊这么多 往后还有什么其他的想法 我还会继续在这儿跟各位分享 感谢各位的支持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